联合医院有一名91岁的女病人 昨天是初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的 这位病人在12月1号 因为一些末期的病患 入住了我们的外科病房 12月9号就转到我们舒缓治疗科的病房 她就在12月21号出院回家 我们的社刊护士在昨天 即是12月22号就去到病人的家里跟进 就发觉病人当时有些轻微的气速 就安排了病人去到联合医院的急诊室求诊 经到检测之后就初步确诊 是新型冠状病毒病 病人现时情况是稳定的 医院就在病人住过的之前的病房 就做了接触追踪 以及安排其他病人测试 就发现有另外两名 和这位91岁病人同一个病格的病人 分别这两位病人就是71岁和84岁 测试都是初步阳性的 另外就有13名的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其中有9名病人仍然是留医 我们已经帮他们安排了隔离检疫了 他们的测试结果全部都是阴性的 另外就有一名的密切接触者的病人 早前已是因为自身的疾病离世 我们今次也都在他遗体那里拿了一个测试 都是阴性的 另外有3名的病人就已经出院了 我们也交了给卫生防护中心进行跟进 这几位病人在住院期间 是没有接触过确诊的病人 也都没有用过确诊病人 也都没有跟确诊病人在同一个病格的 因为这几位病人都是入住了 我们一些末期病患 入住的一些舒缓治疗的病房 所以有部分时间是曾经有家人 因为因素而准备探访的 医院就正联同卫生防护中心 调查病人为什么会感染病毒 包括会调查和因素探访有没有关系